您好 我是喜顾雅外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2022年台湾爆发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缺氮危机 您能想象 一颗平均不到十元的鸡蛋 竟在台湾掀起一阵消费者恐慌 为了追查缺氮主因 记者实际走访屏东与彰化的养鸡场 有鸡农坦言 去年年底全台鸡农不堪赐料成本高涨 不约而同将鸡之强迫换宇 不让母鸡下蛋 加上禽流感肆虐 大量鸡之死亡 最终导致一弹难求 而记者在养鸡场的角落 还发现一大箱被称为 鸡形蛋的软壳蛋 母鸡的健康是不是早就出问题 蛋荒背后政府调度是否失灵 鸡之的动物福利又是否长期被忽略呢 您所不知道的真相 采访团队深入追踪 带您来看 我先不回合 我先不回合 我再不回合 那个就是一颗完全不健康的鸡蛋 这母鸡的健康已经出问题了 健康的鸡有健康的蛋 也能保障消费者买掉的蛋 是安全无语的 产精进了 那销也要精进 消费者其实就是一个最大赢家 紧张焦虑的母鸡挤在狭窄笼子里 一见陌生人靠近 不断震翅飞扑 位于屏东内埔这间养鸡场满地雪白色鸡毛宛如白雪纷飞 2022年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缺氮危机 产销环节哪里出问题 记者在屏东鸡农林志强带领下主意揭开淡荒 残酷真相 去年新闻卡软 不然我现在就落网猫了 今年刚才生了 刚才网猫过了 鸡农口中的网猫究竟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让产氮效率差的老母鸡 不吃不喝将近两周 刺激积之体内激素分泌 这样的做法不只省下大笔饲料前 一个月之后 老母鸡就能以高效率继续产氮 逼出产量 控制成本的非常手段 市产业界公开的秘密 在现代化的居目里面 农民就会认为 我不给你白吃白喝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采取的方式 就是他采用7天到10天断食 更严重的是连水都不给他喝 那这个时候就加速他的 整个体内的循环代谢就变快 然后赶快经历那个换雨期 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 另一个产氮高峰 这就是比较老的跌跌生的 因为生了一个改端 他要强出汗毛 不然他能够帮 碰到这个铁丝网 他就破了 在这种强迫换雨的阶段 一定会有三分之一的母鸡撑不下去 就暴斃死亡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愤怒 也最悲伤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完全只把母鸡当成铲蛋的机器 残酷不忍道的强迫换雨 在台湾弹鸡界行之有年 2021年底 全台鸡农甘员冒着鸡脂折风险 集体挺而走险 问题就出在失控飙升的饲料价格 一只健康的母鸡 平均一年可以生下290颗的蛋 现在像是这样一颗鸡蛋 在市场上却是一蛋难求 以林志强的养鸡场为例 2万5千只蛋鸡 原本每月饲料费高达130万 强迫换雨期间 至少可省下一半成本 农历过年前 当大量母鸡停产 成为全台公弹严重短缺的 原因之一 我们国家生産的 差不多在那105万 市场也差不多在那103万 我们哪有什么贪 因为我生産不败 不败我就换了 因应蛋荒危机 农委会甚至出面呼吁 让年老体衰的修产母鸡 重新加入生产行列 但记者却在养鸡场角落 观察到奇特现象 怎么那么软 表面薄如蝉翼 轻轻一碰 就宛如泄了气的乒乓球 立刻凹陷 眼前这满满一篮 样貌奇特的鸡蛋 称为软壳蛋 是鸡形蛋的一种 显示母鸡的健康早就出状况 那个就是一颗完全不健康的鸡蛋 就是母鸡的健康已经出问题了 母鸡已经没有钙质可以动用了 今天只要突然间它听到一个很大的爆破声 这个也是紧迫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产生出这种 等于它其实制造不完全的这种软壳蛋来 野生母鸡一年平均只生下10到15颗蛋 但为了满足人类口腹之欲 经过基因筛选的蛋机 平均一年产蛋量高达300颗 长期身心状况不佳 鸡蛋质量变掉 出现景逊 研究指出就是当你用强迫幻影的时候 母鸡因为非常紧迫 这个时候它感染上面是菌的风险提高了 然后也感染到这颗蛋的风险也提高 这些鸡蛋就会流入哪里 还是我们消费者的口中 这件事情再说一次 你不尊重母鸡 不尊重动物的天性 我们不可能有好的续情产品 我安装两天 我这天拜五 你要叫活不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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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拜拜 好 好 好 镜头拉回新北市 采访小组跟随蛋车 在大雨中奔驰 直击蛋框背后 蛋伤疲于奔命的 送蛋日常 2022年鸡蛋奇获可居 昔日在街上不省眼的运蛋车 如今价值堪比百万超跑 你们现在开这台车 真的是全 整条马路上最珍贵的车 对对对 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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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对对对对 黄金车 1970年代至今 台湾鸡蛋采取统一包销制 蛋农只需负责生产 蛋商在以统一价格收购销售 产销看似维持平衡 但台面下却暗藏玄机 通常这边都是放满了鸡蛋 只是现在都拿来放炸物 因为现在缺蛋嘛 那有些蛋农开出来的价格 会比较贵 甚至是超过我们批发价的价格 等于我们蛋商赔钱去收蛋 回来卖给消费者 那跟你们从哪里回来啊 我从家一上来 我家一上来 从各地收购回来的鸡蛋 得先经过席选处理 才能进入市场 我们这边是做席选鸡蛋的过程 那从最开始放鸡蛋 然后到过水之后 会经过毛刷嘛 毛刷之后跟我们的快速烘干 那我们这样消费者吃得比较安静 包销制度下 蛋商得负责运出及处理成本 根据业界行规 过年期间 业者更会向蛋农 以低于盘价4元的红盘价 进行收购 常年默许的潜规则 让蛋农认为被剥削 引爆产销对立 因为我们是过年不休息 来帮你们做处理 那如果我们蛋商不做这个处理 蛋农的蛋就是囤在那边 蛋商他如果说要去处 他就要去了 你政府没办法 如果说要下处 他也说要下处 我跟你说的蛋 如果过年前是一个价钱 然后过年后已经降价了 那我过年又不能卖 所以就是过年中间的一个价差 我是希望说 可以政府出面 建立一个平台 让这家人可以透明化 不要说 冷想说 要去下处就去下处 要下处就下处 蛋商蛋农针锋相对 那大家也一致决议 希望能够把红盘架 这个名词能够废除 由农委会在未来 能够建立一个鸡蛋 在春节期间合理的收购 价格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协调机制 农委会插手传统包销制度 至少晚了11年 2011年监察院就曾对农委会提出纠正 监委指出台湾鸡蛋产业在包销制度下运行 绝架机制缺乏明确基础 新春红盘价格过低 十位蛋农过病 产销失衡 农委会时有待施 现在应该赶快来彻底解决问题 整个产销链好好想想 契作的机会有没有 然后蛋商怎么让它转型 让整个产销机制能够更被预期 一颗鸡蛋从产地到餐桌 层层关卡攸关民众健康 蛋荒背后你我不知道的真相 母鸡是否被善待 产销制度是否完善 鸡蛋产业常年成恶 有待全民共同检视 农委会预估鸡 鸡蛋每日缺口上看150万到200万颗 最快要到4月份才能缓解 而造成蛋荒的背后因素 禽流感肆虐也是一大主因 根据防检局的通报统计 从去年9月到现在 因为确诊高病原性禽流感 全台共有超过34万只鸡之遭到扑杀 其中光是蛋鸡就超过5万只 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多数鸡农都非常低调甚至拒绝采放 事实上台湾养鸡场有7成采用龙四 铁龙狭小生长环境压迫 大大提高疾病的传染几率 未来友善饲养能否被广泛推行 产业界又是否愿意破釜沉舟改革转型 蛋荒背后您不知道真相 我们继续追踪 金黄荷包蛋 香煎培根蛋饼 才刚开门做生意 早餐店老板心情已久不太美丽 早餐店几乎所有东西都用到蛋 没有蛋没办法做 今天早餐就好了 镜头来到台北市另一头 早上8点不到 40年老字号蛋品专卖店 心急如焚复客 将老板团团包围 面对顾客抱怨老板满心无奈 我刚才在买房子拿不可以 我刚才在买房子拿不可以 有多切啊 我切了三四成 2022年北台湾掀起事无前例 最严重缺淡恐慌 消费者疯狂强落背后 您不知道的真相令人触目惊心 最新消息要来看到的是 彰化竹堂乡有一座蛋鸡场 现在确诊高病原性的禽流感了 仰基大县彰化县在1月3号的时候 显示爆出今年首播疫情 根据农委会防检局通报 去年九月至今 因感染高病原性禽流感 全台超过三十四万只鸡遭到扑杀 其中弹机超过五万只 损失惨重 禽流感也只是原因的之一 大概爆发的场数大概五场 禽流感也是一个因素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实际翻开数据禽流感疫情 集中在云林彰化等中部县市 彰化方苑铺杀超过九万一千只 位居全台之冠 第二名同样也在彰化 大城乡铺杀超过四万三千只 记者实际询问多位彰化机能 业者皆避而不谈 禽流感实际疫情 到底多严重 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秘密要怎么报 因为这是正常我们的感觉 这问题一直都要 所以也没办法处理 禽流感疫情 农委会精准掌握的吗 防警局针对全台弹机场 裁检H5亚型禽流感抗体 结果显示 自2018年起 连续四年 养性率皆高达四成以上 但每年遭扑杀的机支 却只占弹机总量不到百分之一 从真实数据推测 官方掌握的疫情资料 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两家的清浴缸 只要不要有食料 不要有生产 每晚都要给它效忍 效忍再来 再生产地 这段时间就过了 不然就没软了 以人工强迫换雨等待病机 自行康复似乎是业界惯例 外界质疑 政府无法实际掌握鸡蛋产量 危机处理 慢半拍 政府在调查情流感 可以到牧场去做监测 而不是说可能真的情流感 已经爆发了 电话回报说我产量一些正常 政府其实十年前就想说 要用预警来做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很成功地做过 到目前为止 所以你就常常一天到晚 再听到这个弹架起起伏伏 一场严峻蛋荒让全民重新检视 台湾蛋鸡产业的困境与苛救 单位人们提供美味鸡蛋 你我善待母鸡了吗 上万只母鸡羽毛脏污 平均三四只一组 挤在如此狭窄的格子龙里 连转身都有困难 更遑论排排翅膀伸展筋骨 这只全台超过七成三千万只母鸡的悲惨处境 母鸡一辈子 它真的跟连张开翅膀的空间都没有 那它一辈子就不断地大便在它下面 然后氨气不断地捉伤它的呼吸道 这样的母鸡它不健康 它不可能生出一个比较好的好蛋给我们 2012年欧盟全面禁止比格子龙饲养蛋鸡 不只考量到动物福利 从防疫观点来看 传统开放式龙四对外接触频繁 难以抵挡 疫病入侵 鸡之身心长期受压迫 健康状况不佳 生下的鸡蛋品质是否有疑虑 它们的动物天性跟它们的自然行为 你一定要满足它 那它才有办法维护自己自身的健康 我们一辈子让它成为一个很病弱的载体 情流感到现在不断地在进行基因重组 不断地变异 这边有一个喷雾消毒 我们这边会待7秒 确认消毒完毕 台湾养鸡业急需转型 采访小组继续前往彰化县方院 这处友善养鸡场 想要进入鸡舍得先经过层层关卡 我们要再换另外一双鞋子 因为避免把外面的病原菌再带进鸡舍内 她是28岁的陈冠亭 2020年跟农会贷款5000万 在生产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希望是在安静隐秘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原理去做出一个潮箱 有健康的鸡才有健康的鸡蛋 现在就有业者是采用人道平寺的方式是打造了五星级鸡舍 在这里鸡之不但可以自由活动 而且还严格管控温度及湿度 让每只鸡都长得头好壮壮 那边那只鸡蹲在地板上 那就是在做鲨鱼 鲨鱼顾名思义它大部分都会在地板上有沙子的地方 透过这个动作去去除这些外寄生虫 闲少见到外人的母鸡们 对突然来访记者充满好奇 他在啄我的雨鞋耶 然后鸡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动物 我们这样走 他有时候他就过来看你在干嘛 喂食 鸡蛋 全彩自动化 节省大量 能力成本 减少平凡进出 降低疫病 传染风险 健康的鸡有健康的鸡 也能保障消费者在市面上买掉的鸡 是安全无语的 2022年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淡荒 淡价历经 政府动涨 我老实说我觉得它对什么事情动涨 对什么事情我其实都不是很赞成 涨价有一定的原因 当你没有去解除这个原因的时候 后续一定会付出某些代价 农委会亡养补牢推出2加3 淡价补助 如果要完全把产销这件事情 就让政府用补助的方式做 就会像现在一样 过去10年 一天让我看淡价太低 你每天会听到这样的事情 产精进了 销也要精进 然后消费者其实就是一个最大赢家 长年以来鸡蛋包销制 价格不透明 更期待转型 而动物福利也该向前迈进 从人民的饮食安全 动物福利 疫病的控制 环境的污染 光是这四个层面 我们台湾的蛋鸡的产业 真的需要极数的改革转型 消费者呢 我们又学到什么 消费者第一件事情就是 千万不要一窝蜂 人家说什么没有 你就去抢什么 平常日常需要多少 然后去采买你要的量 不要过度的囤积 小小一颗鸡蛋为你我生活 带来巨大冲击 确保消费者权益和产销转型 都迫在眉睫 长期受轻呼的动物福利 更需全民关心 2022年真实的蛋黄启示录 刻骨铭心 缺蛋危机挖掘真相的同时 我们也看见产业界的困境 解决之道 希望带给社会大众更多省思 下个单元 华视采访团队要带您认识 身心障碍者工作犬 他们的出现如何让人们 少了焦虑 多了笑容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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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